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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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尸恩兄弟 陆大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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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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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恩兄弟 师恩兄弟啊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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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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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 兄弟 兄弟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用体贴行道 你是独自一个人走了 师恩 师恩 兄弟 阿姨 甘 兄弟 陆大哥 剛才我去了你那裏 看到你不在 就知道你在這裏 人死不能復生 活著的要挺住 像當年我被伐佩孟州 施恩兄弟 被蔣門神奪了快活力 我罪打蔣門神 幫施恩兄弟奪回了快活力 從此以後 我們兩個就視同生死 再後來 我被張都鑑陷害 差點丟了性命 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條命 最後我們一起上山落草 在我一生當中 唯有你 張青 施恩兄弟 還有孫兒娘 跟我最是其合 這一點 撒家豈有不知 施恩兄弟死了 可是我們要好好地活著 撒家 在這良山一百丹八將中 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 和林冲兄弟最為契合 要說後悔 撒家就後悔當初 為什麼從二龍山來到這良山 可是 後悔有用嗎 兄弟你要好好地活著 林冲兄弟已經變成那樣了 如果你要舍在 大哥 你放心吧 我沒事的 要是我倒下來 誰替施恩兄弟報仇 兄弟 大哥 兄弟 大哥 梁山軍陣法如此嚴整 這軍中必有熟毒兵法之人哪 你都死去 我一定要過去幫忙 兄弟 你大命剛好 帶撒家惠惠這個通驢 大哥 小心哪 你都死去 我 我 你如果來 你不是你你自己走嗎 你的脑子 便是你 師父 你都死了 本來 来 大王 你看 武松哥哥 终于来了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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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明经收兵 是 兄弟们 乌龙岭一手难攻 我们打了半个月了 死伤了不少弟兄 还是没能攻下来 这样僵持下去 何时才能打下方拉老巢啊 乌龙岭大战 敌军只有一两万人 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 竟然一点都没有属于我们 不管其降座是谁 看来都是一员 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咱们的伤亡 都统计出来了吗 统计上来了 共损伤我们降座十四元 其中有双枪将董平 及先锋索超 莫宇剑张青等兄弟 伤亡兵士不无千余人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 身经百战 没想到 似在乌龙岭下 哀哉痛哉 哥哥 那个石宝和邓元爵的无依 不在我和我鲁大哥之下 所以我认为 乌龙岭只可智取 不可力吧 武松兄弟说得对 哥哥你看 这乌龙岭四面绝壁 只有山南一条小路 乃是山洪冲刷而成 如果从这里爬上去 在敌人后面放火 我们从前面猛攻 侥幸可得 嗯 说得有道理 你说派哪位兄弟去何事呢 哥哥 我去 撒家也去 我也去 武松兄弟大病出狱 加上你是行者大伴 鲁之身是和尚 哪有和尚行者 不从大路登山 而走偏僻小路的呢 别人一看碧露破绽 对 哥哥你说得对 你们去不得 可让谢征谢保兄弟去 从这里爬上山去 只要天明时放火 就是大功一见 嗯 对 军事说得有道理 好 把谢征谢保兄弟叫来 大王 大王 大王如此打扮 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见两个人 见人 谁啊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对 那武松的武艺 的确十分高强 此人若能归降 乃我方之幸啊 大王万万不可 两军交战之际 岂可相信 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 这万一 大师说得对 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武松李逵二人 皆是忠义之事 他们绝干不出 盈盈狗狗之事 报 大王 如玉小姐在南山 发现敌军细作 看看去 尹尹尹尹尔 他们的尸体 悬挂在悬崖上 封化 如玉小姐 还去敌营吗 去 不过今晚到明天 敌军可能会偷袭 等战事烧停 我再去 你 哥哥 天真兄弟 谢朕 谢帮他们 你赶紧说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夜里 他二人从那小路前上乌龙岭 被敌人放弃 被滚木来尸 吵死了 天女兄弟 来 你不要哭了 跟我来吧 走 快 没想到 良善兄弟 这算中毒 哥哥 不要太过悲伤 大战在即恐伤士气 兵威战险 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放了 我与你不共戴天 我与你不共戴天 传我将令令官圣 鲁之身 武松 李逵 孙二娘 带兵五千 今夜必须提兵前去 将解身解宝的尸体 给我抢回来 哥哥 此事万万不可 哥哥 军师说得对 武龙岭 敌势险要 就算再多兵力 都无法铺开 我和张晴 孙二娘他们 悄悄前去 一定能到得 血针 血爆的尸体回来 如此最好 你们千万小心 是 那我先过去了 好 好 二娘 你看 大哥大姐 晚上公民哥哥 会在北山发动阳攻 到时候 守兵精力 会被移动到北山 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好 就依二弟的 大哥 你怎么了 二弟 你说 咱们俩 是不是一命换命的兄弟 当家的 你怎么突然说起 这些话来了 你别管 当然是 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 我武宗的骨头 都化成灰了 不知为什么 我今天感觉不对 我总觉得 我今天要死 你这狐烈烈的说什么呢 小心我抽你啊 我不是胡烈烈烈 我不是胡烈烈 自正方拉以来 梁山兄弟 石亭蛇了 六七天 还不知道有多少张牙打下去 二娘你知道吗 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 还有我兄弟 我张家所有的人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大哥 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去了 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怕死啊 我不怕死 要说死啊 当年灭族 我早就该死了 二娘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 可我和你在一起 我也变得英雄了 是吗 梁山招安一事 你瞧不上我 可是二娘 你们想过没有 公民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 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兵 一旦火兵 梁山完了不说 这个义字 就给玷污了 我知道 即使我们招了安 我们也会死 因为 朝廷不会放过我们 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 迟早 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我同意招安 那也是为了梁山 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 性命着想啊 谁不是父母所养 谁不是被逼无奈 是啊 招了安 也许我们都会死 可是 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 性命保住了 你们想过没有 这未必 就不是公民哥哥的想法 大哥 儿娘 当家的 当家的 大哥 有 来 快 快到了 放滚木雷石 再放 大王 他们没有被击住 只要再放一次煮木雷石 他们就死定了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听大王的话 放他们走 是 良山兄弟 果然一起当头 当当早扣 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 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叫 呀 呀 呀 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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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家的 大哥 当家的 大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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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为何要来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 为何不能前来啊 兄弟 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 乌龙岭一战 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 你们前来盗抢尸体 正是我下令 不许再放滚木雷神 兄弟 你为何不做啊 难道是想将我二人 绑去见宋公明不成 兄弟 东京城郊外一别 已是数言有余 哥哥我是素夜想念 没想到 今日我们兄弟相见 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哥哥 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兄弟你也知道 近百年来 朝廷是烟雾新闻 实行文官问证 对外投降 对内欺压 谈惠横行 赃官遍地 百姓是琉璃失所 就说你们梁山兄弟 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 就说兄弟你吧 如若是励志清廉 又如何被贪官陷害 铤而走险 想想梁山 手举一旗 替天行道 所向披靡 本该顺应天意 一路向北 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可他宋江 置天意 铭心于不顾 竟然向朝廷摇尾起连 甘做朝廷英权 为火作杀 住口 兄弟 你先不要恼怒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他宋江为了祈求赵安 竟然去求一个娼妓 这种下作的手段 难道是英雄所为 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 本同是宋朝返臣 如今你是齐 我是窦 想奸何疾呀 我不懂这些 只知道公民个个 忠肝义胆 与我兄弟同生共死 你回去吧 我们兄弟一场 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 我是不会抓你的 兄弟诧异 我若是贪生怕死 就不会冒险前来 我今日来 就是要告诉兄弟 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 乌龙岭破 石宝和邓元爵 已被你和鲁志申所杀 你我南朝目前的实力 覆灭在即 那你还不 还不投降对吗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 我愿用性命 担保你的安全 兄弟如此重义 哥哥我不胜感激 可是我方某 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 人固有一死 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不要再说了 自征讨方辣以来 我梁山兄弟 使者七八 张青 使恩 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可他们都死了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 我南朝灭亡 你梁山兄弟 也能自善其身 飞鸟精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何尝不知道啊 看来你我兄弟 是要在战场上见了 告辞 告辞 慢着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 杀了我二人 哥哥 你为何不去劝公民哥哥 你为何不去劝公民哥哥 可人 刺售哥哥的救命之恩 所以我只能给哥哥 占一次杠 好兄弟 哥哥 小妹 我先去大帐禀报 好 二位稍候 请他进来吧 是 有请 哥哥 永乐天子 慎公皇帝仗前 督先锋方天命 见过宋先锋 先锋方天命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人呢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也罢 方天命 你主方浪望见国号 图谋叛逆 如今天兵压境 离庭扫学 小妹儿等叛逆 只在弹指之间 方浪派你来 是不是想投降啊 宋先锋此言差矣 此来非圣公所派 乃自作主张 你就不怕 我杀了你 江湖传闻 宋将也是一个英雄 可今日看来 传言又虚啊 英雄相见 岂有怕死之理啊 这么说 你是来当说客的 宋先锋 我命运你良商好汉 肃武怨仇 可你们自昭安之后 敢为朝廷英权 为虎作娼 今日我此来 就是想问问宋先锋 同为反臣 你为何前来犯计 方浪俱众造反 逆天而动 致万民于水火之中 还谈什么天道啊 笑话 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 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 替天行道言行一致 那是天日可见 不像某些人 举了一面大旗 内心却想着 被朝廷招安 享受不义荣华 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 谈什么天道忠义 太狂妄了 哥哥 这丝毫无力 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就是河北 玉麒麟 卢俊逸 卢副先锋官吧 正是卢某 可惜呀 可惜什么 玉麒麟名震江湖 今日看来 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 蜀目寸光之辈 想你当初 被朝廷欺压 生不如死 而如今 你却甘愿任贼做父 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好了 方天命 你到我大营来 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 现在四面围困 势如雷卵 你还不束手投降 还有什么话说 今日前来 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这话怎么讲 我朝兵威将寡 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 我数万将士 心里都明白得很 那你们 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宋先生 此言差矣 人固有一死 如若怕死 当初我又何必心兵起义 宋公民 你也是宝都如学之人哪 岂能不闻 孔月成人 孟月取义之离 众位好汉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朝覆灭之时 就是尔等深思之 你这是造谣祸重 宋先锋 我有话要说 这位小兄弟 是何许人哪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 宋朝自太祖以来 猜忌武将 赵匡应陈桥兵变 黄袍家身后 杯酒施兵权 赵家皇帝 素来是虎狼之心 俯生灼影天下皆知 自古以来 兔死狗烹 鸟尽攻藏 我朝存在一天 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 我朝一旦父王 等待你们的 将是阴谋和死亡 天将外面说得对啊 李奎 不得胡言 好了 都坐下 方天命 我念您二人 一天据是英雄 我不为难你们 你们回去吧 告诉方浪 好好打仗 咱们战场上见 好 看来宋先封关 此意已决啊 战场上见 告辞 不送 可可 那宋家皇帝 就不是个好东西 不如咱们和方浪联合起来 犯他娘的吗 天妞 不许胡说 为什么 坐下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 把天九妹妹说得对 没兔子打了 狗就少被杀掉 各位哥哥 俺们打方浪一年来 俺们兄弟死得死 上得上 李辉 我让你坐下 坐下就坐下 哥哥 我有话说 兄弟请讲 李辉兄弟说得对 当今朝廷 腐败横行 民不了生 外有强敌 内有隐患 我们梁山一百零八人 谁不是逼上梁山的 谁不是家破人亡 我们梁山兄弟一百零八人 如今十折七八 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 留点火种吧 撒家也有话要讲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 为什么要举一起 当年 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 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 才上了梁山 如今 撒家的兄弟死得死 伤得伤 林冲 贪婪 师恩 周通 王英 我们二龙山的兄弟 都快打光了 哥哥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烂联合吧 好了 哥哥 两国交兵 各为其主 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 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 哥哥 这碗酒 我敬你 岸铁牛嘴笨 不会说话 天明哥哥 不是岸铁牛心肠硬 功名哥哥是岸哥哥 你也是岸哥哥 安妖跟你走 这是背叛公民哥哥 安妍不知道该怎么办 哥哥放心 从今天起 天就不大了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哥哥请讲 我知来日无多 要是哪日战死沙场 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 如此 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天明哥哥 你若死了 田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 田牛三弟 我先谢谢你了 来 干了此碗酒 我等就此告辞 哥哥是个大英雄 撒家敬你一碗 哥哥 我也敬你一碗 二位贤弟 切莫忘记 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 莫让那野狗拖去进食啊 干 她们 葚 这 我 有 我 是 都 有 有 我 好 现在 我就 看 那 你 我 を 那 春风 花雨 皆然一 当随心中一阵阵一练 跟时光 太匆匆 堆尽花融却 与此歌有情郎 配一对好姻缘 谈云 多作弄 是世界无常 看我 花石流水中一场 漂亮 穿越 相见 不见 有意 一种说 欢笑的 滋味 如梦似幻的 情景 热出一片片旧事 记忆